阿贝尔山位于加利利海西侧 山的东北面是陡峭的悬崖 直下加利利海盆地 悬崖上有天然的洞穴 这些洞穴在耶稣瓦时代 曾被用作反抗大西律 反抗罗马人 和后来战争时叛乱分子的避难所 许多希腊式、罗马式和拜占庭式村庄的废墟 就在悬崖下方和它的西南边 因为阿贝尔山是加利利海周边地区最高的山峰 你不会错过这座山 尽管新约的福音书中 一点都没有提到这座山的名字 从山顶上可以俯瞰加利利海 或称为格尼沙勒湖的壮丽全景 加利利海宽约8英里 长约13英里 阿贝尔山高处加利利海约1200英尺 它的山脚下就是摩达拉村庄 近年在那里挖出不少耶稣瓦时代的重要遗迹 不远处你可以看得见现代的 环绕加利利海其中最大的城市 提比利亚 有一个很少被提及的历史和传统 就是阿贝尔山被定位为 父佛的主与他的门徒约定的地方 那在这里 耶稣瓦赋予他们那个有名的大使命 由于弥赛亚耶稣瓦在地上服事时 有大约60到70%的时间 他的脚中是踏遍加利利海周围 大小乡镇 因此说他选择这里给予门徒大使命的话 阿贝尔山的确是一个完美的可能地点 今天我想借机和大家谈谈这个大使命 到底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传统上当说到耶稣瓦的大使命时 通常指的就是新约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 这是耶稣瓦复活之后 在加利利的一个山上 给他的门徒最后的诫命指示 马太福音28章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 到了耶稣瓦约定的山上 他们见了耶稣瓦就拜他 然而还有人疑惑 耶稣瓦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或做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根据这个经文 在教会中一直被理解 并被教导为所有重生信徒都要遵循的命令 去 到远方传福音 宣告和教导 所有的人都可以因着相信耶稣 在十字架所成就的 罪得赦免 得到永远的生命 去 离开我们所在的地方 到远方去做宣教士 甚至冒险进入未知的领域 去宣扬福音的命令 虽然冒险进入未知领域 的确有一些信徒是这样被呼召的 好像信心之父 亚伯拉罕一样 但这并不是耶稣瓦在 马太福音中的大使命所说的 我们需要从希伯来思想的角度 来理解所谓的大使命 至关重要 马太福音有大量的证据证明 作者马太是用西伯来语或是相近的亚兰语写成的 而且对象是给 犹太信徒不是外邦信徒 当耶稣瓦说 所以你们要去 事实上这个去 并不是动词 它乃是被动分词 我不在这里做更多的解释 直接的我们来看 也说的意思是 以后将会有人或是其他的事情 迫使你们离开 去 不管到哪里 那时 你们要继续在生活中活出神的话 他的教导和诫命 他的妥拉的生活 不管到哪里 要使人做我的门徒 对犹太人来说 一位拉比一定是教导妥拉的 这个词强调拉比与门徒之间的关系 绝对不是西方的认知 好像只是学生到学校 然后有不同的老师来教导 下课就回家了 在西伯来思想中 指的是教导妥拉的拉比 与学习妥拉的门徒的关系 门徒不只是想要学习知道 这位拉比 他以生命权势的妥拉 门徒的整个生命 也都致力于 要变得更像自己的拉比一样 活出妥拉 并且做拉比所做的一切事 教导妥拉 这里有一种传承的亲密关系 从中会流出从神而来的巨大祝福 所以完成大使命的目标 是寻求不仅自己更像 弥赛亚耶稣阿 并且教导和训练他人 效法他的方式行事 并鼓励他们也要这样继续做下去 这是真正的门徒 耶稣阿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我比他们施洗 我比较喜欢下面这个 或做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 成为门徒的人 你们要为他们施洗 父神的名字 父神的名字 有黑发黑 耶耶阿阿修耶耶阿 他爱子的名字里 耶稣阿里 有父神的名字 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 而圣灵呢 就是神的灵 弥赛亚的灵 所以父子圣灵 就是神自己 受洗归入神的名 二十节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弟兄姐妹们 耶稣阿的吩咐教导 在哪里呢 在妥拉里 请不要跟着人说 这就是律法主义啊 你怎么回到律法主义去了呢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是人云亦云不经大脑 没有事实根据的说法 大使命 首先要落实 并成就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你要活出来 像我们的拉比 耶稣阿的样式 他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说 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闭门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耶稣阿就是道 他被称为神的道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他就是妥拉 神的话 神的道 道成肉身 所以遵行他的话语 行在他的道中 他当然与这样的人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们一定要知道 他是通往天父的道路 他只做父所做的事 这个非常重要 耶稣阿回答说 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话 我父必爱他 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有神的同住 遵行他的话语的 有神的同住 所以从西伯来的角度来看 完成大使命 绝对不是 马上出去传扬神国的福音 你要学习 先成为耶稣阿真正的门徒样式 自己先活出妥拉来 否则如何让人跟着一个 不是妥拉门徒的人 却要他成为耶稣阿的妥拉门徒呢? 如同先知使徒的教导 我们首先与这世界要分别出来 并且能够活出反映神的样式的生活 一直在世人面前 能够为他做见证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耶稣阿云阿生天annius 也说要参加 我要用生命纪第四章第六到第八节来回答 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 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 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 必说这大国的人正是有智慧有聪明 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 像耶和华我们的神 在我们求告祂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 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 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承明的这一切律法呢 这个见证会使神失落的约明回转 使不幸的外邦人起来寻找真神 这才是合乎拓拉的大使命 如同阿贝尔山一样 高高处理在人的眼前 人不会错过它 甚至迷路了 你都可以在不同的方向看见它 指引你正确的方向 你会渴望登上这山 你会喜乐的站在山顶上 往下俯瞰 往上仰视 思念那对你一直怀揣宝宝 慈爱的父神 那请导自己生命将你我救赎出来的主 耶稣啊 愿所赐给我们的真理的圣灵 不离不弃地引领我们 直到耶稣啊 再来的日子 很快乐 很快乐 Amen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思考